为了强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合作 建构两岸同胞共同精神纽带 2019年1月8号上午 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跟韶关市人民政府 共同在韶关市南华禅市的潮汐文化广场 举办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授牌仪式 有专家学者跟演出者共600多人参加 广东省常委叶真勤 韶关市委书记李鸿军 分别上台致辞表示 能够在禅宗祖庭南华禅市设立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就是希望能够以禅宗文化 为两岸宗教界、书画艺术界、学术界 增进合作交流平台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南禅渡入法门 一花开笼业 远过世界特地 其中运含的优秀传入文化 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竞争财富 为更好发挥南华强势 基地的作用 不断丰富交流内容、创新交流方式 促成两岸基层民众、年轻族群交流 所交往增进互相了解 实现心灵气和 做出的积极贡献 我们要从宗教文化交流、学术交流、艺术的交流 一世大事所趋 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有着共同的交集 互动互进 两岸如同乡 就是交流的积极越来越多 我相信每个省市都有它的特性 像扫关这个地方的特性 它是一个文化的名称 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保地 所以可以带动台湾的年轻朋友们来这里来多看 目前国台办已经批准22个省、区、市 设立71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扫关市交流基地是广东省的第五个 基地受牌一世之后 所有参加仪式的领导跟嘉宾还共同推干 宣布两岸禅中文化交流活动正式启动 同时扫关潮汐文化小镇也正式启用 记者邵维强、陈文旭、广东扫关报导